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沙利沃斯西瓜畫法篇 這個作品是屬於看起來好像是很簡單 但是呢如果真的要去畫的話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最大的問題在於說第一個我們要畫出這個西瓜的本體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使用的是疊層拉伸 那你如果對於疊層拉伸沒有使用過 你可能不知道要怎麼畫出這樣的一個形狀出來 再來第二個地方呢是西瓜皮的地方 我們看到西瓜皮這裡呢它不是一個單圓弧面而已 我們看到它有一個方向兩個方向兩個方向的一個雙圓弧 那這個雙圓弧呢它的這個地方是屬於曲面的 那這裡要怎麼做呢其實我們使用疊層拉伸也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要怎麼做等一下後面都會來做詳細的講解 它這個地方呢有一些西瓜籽 那這個西瓜籽呢我們就是使用了一些分割線 然後再做一個加厚除料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們先要畫出西瓜的本體出來 那這裡呢先給各位思考一下 我們該怎麼做呢 那這裡前面有講到我們是使用疊層拉伸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呢就直接進入一下怎麼去畫出疊層拉伸呢 那疊層拉伸的指令呢我們從上方列的特徵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疊層拉伸的一個指令 那這裡呢我們是要做一個疊層拉伸的伸長動作 這裡呢我給各位一個訣竅 疊層拉伸呢就是我們給它斷面 我們可以給它多個斷面 然後呢多個斷面連結在一起之後呢它就會變成一個實體 那這邊呢我們需要的是兩個斷面 我們想像一下西瓜的底部呢是一個方形的 那它最遠端呢是一個點 那我們的斷面呢也是可以是一個點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出西瓜這樣的外型的疊層拉伸出來 那這裡呢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我們把它做出來之後呢 第一步我們要先在這個上機組面呢 畫出一個長方形出來 那這裡呢我給各位看一下尺寸給各位參考一下 首先呢我們在上機組面畫出一個 長是70寬是35的一個矩形出來 像這個樣子 畫完之後呢我們運用了這一個上機組面呢做一個平移 要做一個基準面 那它是往上偏移是80mm的一個平面1 那第二個呢我們在平面1裡面畫出一個點 那這裡呢就像這樣子 這個地方呢就是它的中心的位置 那我進入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呢就是一個點 畫完之後呢我們就有兩個草圖 那兩個草圖之後呢 接下來呢我們還需要的是一個輔助的一個導引曲線 那這邊呢我們會運用3D草圖把它做出來 像這個樣子我顯示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有4條的3D草圖 那這裡要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從草圖裡面呢 直接進入3D草圖 我們把這裡打開有一個3D草圖 或者是你用快捷鍵都可以 那我們進入3D草圖之後呢 我們剛有畫一個矩形 以及一個點 所以這個矩形有4個點 4個點的地方可以去選擇 所以我們就 好 進入3D草圖之後 我們就選擇了直線 把這個點跟這個點呢連結在一起 連結完之後呢 它就是一條3D草圖的一條線 那記得我們畫完一次之後呢 記得要結束一次草圖 因為我們要讓這4個 這4條圈呢 分別是一個3D草圖 它要分開的 你不要把4條線都畫在同一個草圖 這樣我們等一下是沒有辦法做的 那等到我們這4條都畫完之後呢 再來我們就要進入了疊層拉伸 那我們進入疊層拉伸的指令之後呢 我進入編輯特徵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第一步呢 我們先選擇了草圖 那這裡呢選擇的是矩形的草圖 這裡它會要你選擇輪廓 第二個我們選擇的是這個點的草圖 那選完之後呢 這裡呢我們把它打開來 有一個導音曲線 那導音曲線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裡選擇 個別選擇4條的3D草圖 那選完之後呢 它就會把這個地方呢 給它參考出來 那這裡呢 我們如果有顯示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出它的樣子 那我們直接按打勾之後呢 它就會做出這樣的外型出來 像這個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呢 是有一個斜面的 那我們另一個角度看 也是一個斜面的 所以這一個 是一個追度型的一個 形狀 我們可以用疊層拉伸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呢 先讓大家嘗試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 要畫出的是西瓜皮的地方 那這裡它是屬於雙弧面的畫法 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這邊呢 我們一樣可以使用疊層拉伸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要怎麼做呢 那首先我們先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那這裡除掉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做出了這個方向的一個圓弧狀 另一邊還是直線的 我們還沒做出來 那這裡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在前基準面呢 進入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畫出了這個圓弧出來 然後它跟底部是做相切的 這裡的半徑呢 是60mm 圓心到最上面的頂點呢 是20 然後我們從外面呢 往外面長出來 然後呢 這邊 看各位要給什麼樣的尺寸 都可以 這樣子呢 做兩邊的 完全貫穿的除掉 做出這樣的一個形狀出來 這是第一步 再來呢 我們要做出了草圖來做輔助 像這個樣子 我顯示給各位看一下 把它顯示出來 這裡 我們個別呢 是從這個面 以及這個面呢 做出了一樣的草圖 那這邊我 找其中一個 示範給各位看 另一個呢就是一樣的 大家就舉一反三 進來之後呢 我們先畫出 我們先使用這條邊線呢 做參考 然後用三點定員呢 畫出一個圓出來 那這裡呢 給它的是R50的一個半徑 畫完之後呢 我們結束草圖 一樣 這邊呢 我們要用參考用的 這邊另一邊 一樣用這種做法把它做出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使用疊層拉伸 做出了西瓜皮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做出了這個地方的一個圓弧狀 這裡要怎麼做呢 我把它的草圖 顯示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參考的地方 我先把它隱藏 這裡我們是怎麼做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 我們在做疊層拉伸的時候 並不一定要在平面上做草圖 像這裡使用3D草圖來當它的斷面 也是可以的 那這裡呢 我們在這個中間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優基準面 那優基準面呢 我們要做出一個斷面 那這個斷面呢 就是跟我們剛剛 兩側所做的 是一樣的 這裡 一樣是給它一個 半徑50 然後一個圓弧狀 然後這邊呢 是一個參考線 所以我們有三個斷面 是一樣的 只是它在不同的角度 那這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 1 2 3 這三個是斷面 這兩條呢 是導引曲線 那這裡我們就是 進入了3D草圖之後呢 選擇這個邊線 按參考的圖圓 把它參考過來 參考過來之後呢 它就是其中的一條導引線 那另一邊呢 一樣 那這邊我進入了這個 編輯特徵 各位會更清楚一點 首先我們進來輪廓 那記得我們在選輪廓的時候 順序是會影響它成形的一個樣子 所以順序我們需要去選舉好 第一個 我們是這個草圖 那這邊呢 我們可以去參考它 做出來 那第二個呢 是這個草圖 一樣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呢 我是使用3D草圖 然後去參考前面的一些 草圖的一個邊線 所做出來了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用3D草圖 你如果要使用剛剛所做的那個草圖 來做的話 也是可以的 再來 我們再選取第三個 那選完之後呢 我們再給它這兩條導引曲線 一樣是使用3D草圖 來參考圖圓 那我所做出來的這個曲線 選擇完之後 我們直接按打勾 它就做出了這個 雙弧面的一個畫法 那就是非常簡單的 那其實呢 我們如果沒有使用這個疊層大聲的話 可能各位要思考一下該怎麼畫呢 也許你還有別的方式可以畫出來 那這邊呢 就給各位去參考囉 接下來呢 是西瓜籽的一個分割 那這裡呢 做法是比較簡單的 那這邊你如果對於這方面呢 比較不熟悉的 你可以到零件的進階篇 那邊都有一些可以參考的單元 那這邊呢 我就直接來做這個講解 首先我們要先做的是分割線 那這個分割線的用意呢 就是要割出我們的西瓜呢 它的西瓜皮的地方 以及我們主體的地方 這裡要怎麼做呢 是使用分割線 我們從特徵上面呢 有一個曲線的指令打開來 這裡有一個分割線可以去做它的 那這邊細節我就沒有講得太詳細 我告訴各位它的草圖是什麼 這裡呢 我們選擇了這條邊線呢 做一個參考 那這邊呢 我們先畫了一個圓弧 那畫完圓弧之後呢 給它一個半徑55 然後這邊給它標示的是 4米0的一個距離 做完之後呢 我們直接結束草圖 然後割出這個分割線 再來第二個方向 一樣把它做出來 像這裡 那做法呢 這邊我們就不用再另外再做一次草圖 我們可以參考這個草圖 然後再做個分割線 接下來一樣再做個分割線 這邊呢 我們要做這個方向的分割線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草圖 這邊一樣我們就選擇兩點 然後三點定員 定出來之後呢 半徑給它40 那這個兩點呢 因為我們有做出了分割線 所以我們直接選擇點就可以了 那另一邊一樣我就直接跳過 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做出了這個紙的部分 那紙的部分呢 我們進入了這個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呢 就給各位去發揮想像的空間 那我們呢 畫出了圓 這個圓呢 是壞山 然後呢 畫兩條線 那這裡做相切 那這兩條線呢 最終是連結在一起 看起來像是一個水利狀的 那這邊 盡可能的呢 是讓它不要是一個 同個方向的 讓它是一個不規則的 這樣的紙 畫起來會比較 比較相似一點的 那這邊呢 四個面都要畫 畫完之後呢 給各位看一下 一樣是做出的分割線 像這個樣子把它割出來 割完之後呢 我們在使用的 曲面指令裡面 有一個 偏移曲面 那這邊如果不熟悉的 你可以到曲面的入門篇 那邊都有詳細的參考單元 那這裡呢 我們要 參考的偏移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曲面本體 這裡是什麼 我們這裡呢 選擇的是這四個面 就是除了這個西瓜子以外的 這個地方 四個面都把它選舉起來 一次選舉起來 它變成是一個曲面的本體 那這裡呢 做完之後 我們要做什麼動作 我們要做一個架後除料 讓這個面整個是陷進去的 那這樣子呢 它就有一個高度 會陷進去 等於說 這個西瓜子 以及西瓜皮 是凸出來的 就是做出這樣的一個形狀出來 像這個樣子 做出來之後 它就有這個外型 這樣子呢 我們未來 再使用3D連連出來之後呢 在上次的時候 會更方便一點 那這裡呢 讓大家去參考一下囉 接下來呢 我們要畫的是西瓜皮的地方 這裡大致上呢 已經完成了 但是要讓它更接近西瓜的話 我們需要把西瓜皮的紋路呢 給它畫出來 這邊一樣我們使用分割線 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呢 我們在做分割線的時候 這個西瓜皮的紋路呢 我們可以運用草圖圖圓呢 來去輔助它的 那這裡草圖圖圓的用法 你如果不熟悉的 你可以到零件的進階篇 那你都有參考單元 可以去做學習 那這裡呢 我進來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用法呢 就是我們找了一個西瓜 然後呢 把它的紋路呢 大致上的放上來 然後你來看一下 什麼樣的形狀是你想要的 然後做完之後呢 比例收放完之後 我們使用的是 不規則曲線呢 把這個西瓜的紋路呢 大致上把它描繪出來 描繪完之後呢 我們來做分割線 分割線呢 割出這樣的一個外型出來 割完之後呢 做法跟這個西瓜紙是一樣的 我們使用了曲面裡面的 偏移曲面 那偏移的量呢 一樣是零 這邊我們所要偏移的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這個紋路的地方 我們希望這個紋路呢 是凹進去的 所以 做完之後 我們可以看一下 曲面本體這裡 有一個偏移的一個曲面 那這邊呢 它是一個參考的 是一個零的 那這邊 做完之後 一樣我們使用加厚塑料 這裡的厚度是多少呢 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一樣是給它0.3的厚度 所以這裡呢 是凹進去的 那這樣子呢 我們看起來西瓜就會更真實 那這裡呢 我們就完成了西瓜囉 這邊給各位去嘗試一下 最後來總結一下 西瓜的畫法 那這一次呢 是使用沙利沃斯的疊層拉伸為主 畫出這個西瓜的形狀 那這裡呢 這個作品 我們就是看起來呢 似乎是很簡單 但是呢 我們如果真的要去畫的時候 可能會發生一些問題 像是西瓜的主體呢 可能就要花一點時間去思考 該怎麼做出來 當然不一定要使用疊層拉伸 別的方式也可以做出來 那這邊呢 就是使用疊層拉伸給各位做參考 以及西瓜皮的地方 西瓜皮的地方呢 會更困難一點 因為它有兩個地方的弧面 它是屬於一個曲面狀的 所以會更難去做建立 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思考跟克服的 那這裡呢 一樣運用了鐵層拉伸給各位參考 這裡呢 所介紹的疊層拉伸呢 是有透過的3D草圖來去輔助它 所以可能跟各位所知道的疊層拉伸的用法呢 是有些微的不一樣 那這邊就是一個延伸的運用給各位參考 這裡呢 也是運用了3D列印做出的這個作品出來 那這裡呢 如果你想要這個檔案的話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你找到一個西瓜的作品 你把它點進去 影片底下的說明呢 都會有一個檔案下載的連結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檔案 以及說這個檔案是怎麼被3D列印製作出來 以及後製的呢 一樣在影片底下都有做詳細的解說 那這邊呢 我們所知道的是要練習 怎麼使用疊層拉伸 靈活運用成像西瓜這樣的外型出來 那其實疊層拉伸它的用法還是有很多的 那這邊呢 還是留給各位去做個嘗試 那這邊呢 是一個簡易的做法 看似容易 但是呢需要一點小技強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防疫新生活要戴口罩喔 然後呢 還是要新的教學 我們來解決一下 是一個公司的打算 是一個公司的打算 或是一機戴口罩的 你們都可以問這打算 接下來我會記得